去年因为疫情影响,受风箱公所取消了父亲节表扬活动 今年趁着疫情趋缓之际在父亲节前夕 受风箱公所特别举行了111年度的表扬模范父亲活动 14位的模范父亲齐聚受奖 也特别感谢身为一家之主们的辛劳和付出 去年疫情影响,避免群聚感染 受风箱公所取消办了110年度父亲节公开表扬活动 今年适逢疫情趋缓,特别赶在父亲节前夕 三日上午于受风箱文化中心举办111年度表扬模范父亲活动 共计14位模范父亲受奖 我们生活在好山好水的受风箱 我们都爱我们的乡 尤其我们都知道父亲扮演的角色 真的就像我们一盏明灯照片者我们全家 各位模范父亲对家挺子女的照顾 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我们有命共赢 各位荣获这个模范父亲可以说是十字名归 守护着我们的家 因为每个人每个人都会有一段辛苦无事的贡献 为这个家、为这个社会来操约 各位感谢能够把这个家能够维护得很好 而父亲的神教也许对我们的家庭影响最大 其中还有今年过生日高龄百岁的陈恩如爸爸接受公开表扬 相公所团队及地方代表和县议员等贵宾都出席共襄盛举 给现场所有模范父亲献上真诚的祝贺肯定与感激 记者长邦彦收风箱报导 我们find起来 麻烦 是